好 歡迎收看今晚的動漫無雙主持 鏡花先生 今集是信眾要求的 不知道為什麼 我也想不到會有人說很想看這一套 因為播的時候好像沒什麼人氣 沒人說的 其實播完也沒什麼人氣 我想日本方面一定會有一堆粉絲 英文圈我自己想得多一點就覺得挺多人討論 但我看到中文真的沒人說 不覺得 所以這一套播完沒什麼人氣 但是我覺得都有一定的討論空間 就是這個紀元邦宴的動畫 霸王風暴 一月新回來的 跟雙方超之是沒有關係的 沒有關係啦 但是你說對比上一套 迴轉企鵝罐 我覺得這套好看一點 你竟然覺得這套好看一點 不行的嗎 但是你覺得哪方面好看一點 我反而好奇 我不喜歡企鵝罐怎麼說呢 比較亂 他兩個男主角 哥哥和弟弟 兩條線好像 你可能覺得就叫對立 但我覺得 主軸的A不明顯 他帶出那件事 而我 為什麼會這樣說 因為我跟他剛剛相反的意見 就是因為這一點而我剛剛相反的意見 我是覺得這套霸王是沒有企鵝罐那麼好看的 而原因是因為角色不夠鮮明 就是很主持很明顯的霸王 就是主題那裡一直落都在說這件事 除了一開始有一點不知道想做什麼 但是企鵝罐就說多些不同的角色 就是由你剛剛說的兩位大哥 到老師 到女演員 各方面的人 在那件事裡面有什麼 顯示對人生有什麼改變 就是這一堆東西 我覺得是好看的地方 但是企鵝罐就著物比較少 我就覺得浪費了 但是企鵝罐你說難明 或者反過來 其實某程度上就是那堆東西 因為 你加了很多 好像沒有關係的東西 如果你講小故仔小故仔向的東西 其他作品都有 為什麼紀元要在一個明顯主線裡面 加一些副線 然後那些副線 你本身已經難明 或者是比較難去咀嚼的東西 你再加多些東西複雜化 其實讀者就很難去理解 我會這樣說 或者你會擾亂別人對你這套東西 你想表達的東西 人物是一定複雜的 因為很差的紀元 通常在後面一放那些角色的過去 就會發覺 跟你所認知的完全不一樣 所有東西都 那個原來不是血緣關係 以為是前女朋友 那個原來真的是兄妹 那些玉語殘片都有 對 這些撈亂關係的東西有 但我會覺得未必是沒有意義的 至少我會看幾個關的時候 會覺得 每個角色的經歷和想法 是代表那件事有什麼不同的看法 不同的角度 對 令到故事更加完整 我可以說 或者是大了 這個名題上 這個就 正是白學雄 就明顯一點 因為那三個角色 其實說的東西都是很接近的 來來去的 有機會上 但是 沒有那麼感人 我會說有些地方 不過這個可以之後才說的 感人 我那兩套都不感人 可能我是看感人的 所以我和你看的方法 可不一樣 那也是好事 可以多一些討論 但少了一個人 對 夜行政寫我們而去 我記得了 他已經不在了 對 不過他離開了香港 他會回來的 很不幸的 他會回來的 對 這樣 先從這個 我想角色入手 因為比較 即是我們 咪前的討論 就是一個樸索迷 但一至三大 其實都不知道在說什麼 真的不知道在說什麼 對 就算 我事後看回 他有說到 唯一我跟後面說的 就是 就是庫瑪莉亞 就是庫瑪莉亞 那些熊為什麼 開始襲擊人 那件事有少少關係 我覺得 有什麼關係 但 第一集的時候 他講 熊為什麼會有這個 襲擊人類 是因為庫瑪莉亞 這個星球爆炸了 是啊 然後就落成流星 就開始去人類 就是掉哪星 掉哪星 對 那星就掉下去 掉下去 現在這樣 然後熊就奮起 就開始襲擊人 這個是唯一 有少少少 跟後面說 庫瑪莉亞 代表什麼 那你覺得 一個 作為好像愛的代表 那為什麼會襲擊人 我又理解不到 但是這個 為什麼會襲擊人 這件事 首先 是吊詭你方仔 這一點 跟銀子的故事有關係 這個其實 好像宗教戰爭 那樣 因為你看到銀子的故事 就是說 他是一隻無人搖的紅 是 他說過去的時候 有一天 就是這樣 那對無人搖的紅 就被人選了出來 就是有個類似邪教物體 那樣的東西 就是教主 或者神 你們現在的庫瑪莉亞選中 你們就可以被承認 那你被承認的方法就是 人類宣戰 就是打仗 就是他們這樣 所以其實很諷刺 這一幕 你看到 庫瑪莉亞一開始是說 他們愛的化身 是比世界 這個喜歡 和愛的一個母親 但是最後 他奔落了之後 這個星球 他最後得出來的東西 就是 令到邪教誕生 成為了仇恨的象徵 那不是一樣的 那就是Armored Crusade 就是這樣 你十字軍都是這樣 其實跟歷史 有一點相似 就是明明一個神 宗教宣揚愛 但愛扭曲了 就反而變成 就是一個殲滅對方的一件事 有一點ISIS的感覺 是嗎 但是這件事 最有趣的就是 正正是這一個 一場的戰爭 就令到銀子 和我們女主的紅雨 就相遇了 而這一個 也就是整個故事的開端 這個當然是 之後才講的 就不是一開始有講的東西 其實這套東西 大家可能始終有人 反過來我想說 另外比較有趣的地方 很多人都說 你看紀元的作品 有很多符號 是啊 例如企那一半都會有很多符號 是啊 這套東西 我到現在 我一直都留意到 但是我從來都 想不到為什麼 大家可以開始之前想定 就是 他每一套角色 去講一些地點 註解那類的東西 就是出個人名 譬如說 他說透明風暴 他有一行自彈出來 那一行自彈出來 那一行自彈是大行的 透明風暴得著群體 然後下面就有行細緻白色的 是啊 如果你有留意 你會發覺 他在第一集 鴻魚一出的時候 他寫那個註解 大部分人的註解 都是寫八盒的 是啊 那因為鴻是八盒的 但是鴻魚不是的 鴻魚是寫蜜糖的 嗯 但是之後呢 他又是寫八盒的了 他沒有再寫蜜糖 哦 那這件事我一直都不明白 就是 為何第一集會用這個 然後後面就不用了 嗯 那這個我就理解不了 蜜糖是一套劇 基本上有兩次的象徵 通常你記得銀子有個口頭善 delicious smelly 不是銀子的口頭善 只有一隻熊都會說 蜜糖這件事就是 蜜糖這件事就是 蜜糖想去掠奪得到的東西 那是正常的東西 另一種蜜糖出現的就是 Lulu 和他的弟弟米倫 契約之吻 約定的吻 弟弟每一次都是 把蜜糖的外拿回來 我又想不明白 為什麼熔岩便會有蜜糖 是吧 那可能因為 紀元喜歡 百合花就配蜜糖 他不知道為什麼 畫面上一位置出現 這樣問白蜜 可能 他一有一個符號 開始就開始想 這個符號可以拉攏 但是to a certain extent 正如剛才我們說的 就是 第一集永遠都看不明白 就算你看完都不明白 就是 為什麼一開始 有兩隻熊去搞熊語 其實最初我第一個感覺 那兩隻熊是銀子和Lulu 因為他們轉校進來 沒錯 因為之後他進去百合裁判 又是銀子和Lulu 所以我覺得 一開始那兩隻熊是 轉過兩隻熊的顏色 又有點像 又是黑色和啡色的 我一直都覺得是 直至我們大家商討過之後 就發現一件事很有趣 就是什麼呢 這套 這套裡面 每隻熊都有特徵 譬如頒獎有個 鼻章 頒獎的朋友 機械之後 變成了一條 毛毛 那老師有些金毛 每一隻都有一些特徵 第一集那兩隻幾個東西是沒有特徵的 好像是真的沒有關係 尤其是 班長為什麼會襲擊會知道 木實為什麼會襲擊 紅羽都會知道 那兩隻熊為什麼會襲擊 是完全 不知道 總之是有紅詞伏 但其實某程度上 其中一個可能 就可以說 為什麼第一集 每個都是白俠 但是紅羽是蜜糖 蜜糖就被紅襲擊 但是之後已經出了其他紅了 那就不需要寫它是蜜糖 或者可以是這樣 我不知道是不是 我暫時想不到另一個解 反正我覺得其實都是 想借機畫一個變身畫面 就加到在那裡舔花 舔個花的畫面 沒事的 那紀元聲稱自己要在這裡 拍到更加性感的動畫 對不對 那些性感的東西 那些殺必死的東西 那紀元式的殺必死 那些要做一下 那你不得不承認 那第一集很搶眼球就是這一幕 基本上 如果你沒有搶眼球的東西 沒有人想看下去 紀元的東西我告訴你 看個名字 除非你真的好像很Hardcore 在一個紀元的名字 我就看到 有紀元我就很興奮 那有些人 我已經不是很算 這樣 我是不是很 因為我最經典那裡都沒有看過 我不是很Hardcore的粉絲 那也可以 少女隔壁我沒有看過 因為我不算很Hardcore 那我是覺得有趣 只是這樣 第一集是HOLD到我的 雖然我不知道做什麼 去到後面都發覺 其實都沒有說什麼 那隨便 那我想故事真的有推進 勉強是第三、四集中間那個位 第三集 第三集就是由油木壁那個班長出來 物子 其實都不是很有什麼特別的 但這個人 他講得多一點 其實就不是三、四集的 我想 如果你說他比較迷 我覺得他已經好過企鵝冠 因為企鵝冠 你看到頭兩集 就真的不知道做什麼 都不知道頭兩集 因為 你看到頭兩集 不知道做什麼 其實是維持在那裡 但是在處理手法上 我覺得好一點 是嗎 因為 他給一個很明顯的東西 就是 紅和人是敵對的 然後有紅你就會吃人 又是警暴的 所以 插斑身兩隻 又是扮成人的紅 那你哪怕不知道他代表的東西 想表達的東西 你會發覺很有趣的 就是頭兩集的尾 是一個twist 剛剛好就是一個扭竅 因為第一集的尾就是 物子說 那兩個插斑身是紅 然後第二集的尾 然後就是物子辭也有紅 那你哪怕你不理他 首先代表所有的意識 圖符號的意象 是什麼 但是在那個有趣的就是 逆人逆紅這件事 我覺得就比企鵝冠明顯 因為企鵝冠頭兩集 你沒有一些 好像很 你也是警察 我也是警察 沒有這類的東西 是啊 在純故事的劇理上 沒有很明顯的這種東西 你還是很迷的 整件事 其實都很差的 我想起 《企鵝冠》一二集 講生存戰略 講《企鵝冠》 是去到二十六集 才告訴你是什麼 其實真的提到二集 完全是樸索迷利 《企鵝冠》的話 正如《企鵝冠》所講 就是從劇理的角度來講 是一個很正常的一套劇 會發生什麼事 故事下來的一件事 但是劇理的轉接是很正常的 《企鵝冠》 就是一些美劇最喜歡用的東西 最後有一個 作惡的位置 爆炸性的位置 做到轉折的 這些是有齊的 因為角色的敵對比較明顯 所以才做到這件事 所以相比之下 可以說這次是反而 容易入口一點 《企鵝冠》 真的是樸索迷利 你要跟你說 你要錄了 那我看 是這樣的 是的 接著去到 可能頒獎也被一個 打死了 不過頒獎那裡講一點 其實如果你說 講劇情的故事 就沒什麼特別的 我想其實 有一點像四月的 如果你說以故事推進來講 四月就正是可以以故事推進來講 這裏其實 故事推進就不是重點來的 因為首先就是 基於紀元那種表現模式 是的 他很多時候 會有一些位置不講 透過一些特寫 一些特徵 甚至是聲音配樂 任何的東西 然後再用不同的插入回想 是的 那有些東西 現在講了 突然間又沒有講 然後下幾集 或者下一集的頭又講了 或者下一集的頭 就是那一集的尾 就是賭罪、插罪、剪碎 那些東西 很多這些東西 所以其實如果你說 以那個集數播放的時序來講 或者以故事內容來講 反過來 他跟企鵝罐最大的分別就是 企鵝罐你劇不劇透是無所謂的 因為你劇透不了的 因為你劇透完 你都不知道我說什麼 你看一會 你也不知道自己看什麼 所以就有分別的 或者劇透是一些角色的關係 但是這套就不同的 這套呢 你如果有些東西劇透了 可能或者那個次序 那個欣賞樂差會有些明顯 所以可能我們集中於說 就是在那些代表的異象 或者一些人物上的東西 會偏向那邊 會比較簡單 都是跟《地圓一向風格》一樣 看一套他的作品 好像砌砌圖一樣 就是你要慢慢去到後面 但這套算是易砌的啦 易砌啊 對 我也覺得算 因為他的框值得明顯一點 他不是給一個三元色色版 你砌啊 以前一個紀元的砌圖 那條界是無邊的 對不對 這條界是有邊的 相比之下 簡單很多 舉一個例子 就是剛剛講《意象》 我覺得班長最重要的作用 就是他一句独畫 慾望 就是《熊》代表什麼 他說他《熊》 會活在過去 就是看現在的感情 還有興趣就是他在一起 所以是慾望的化身 當然要講《熊》 這個很好出 第三集他的班長已經說出來了 這件事 已經先看到《熊》和《人》有什麼分別 在這裡已經 反過來 如果我們再抽離一些去說 好 因為老實講 你看完這套之後 你有什麼感覺就 割下字 但是以我兩個的感覺 你覺得《人》和《熊》是什麼 我覺得 想代表的東西是什麼 《人》 《熊》 《透明風暴》 這類型 他等等弟弟 裡面這套東西想表達的 那個隱喻是什麼 你會覺得 我是想從這個劇裡面 給了的解釋去答你 還是想從我自己 有些想法去答你 你可以講完兩個 我先講了一題 解釋那裡有什麼解釋 我想這個是比較社會性的 人類的東西 我會覺得 人類先講透明風暴的東西 其實很明顯 他有一張卡在那裡說 透明風暴等於群體 群體 群體有什麼組成 就是這一堆人去組成 人為什麼有那個bonding 群體有個體組成 群體有個體組成 不是人 可以這麼說 其實群體有個體組成 這個是後面也有說到的 是不是人 這件事 他們那個群體 如何維持 繼續下去呢 就是有這個排除的儀式 裡面有這個 排除的儀式 換句說話 我們可以說是 那個意志的統一性 沒錯 就是看很多 或者排除儀式 我們用一個 雷聞這個字 就是排他 很雷聞嗎 這個字 都不是的 就是說 再簡單一點 香港人對大陸人 就是排他 算不算 算不算 這個很敏感 政治話 因為我怕大陸排你香港 你香港排大陸 這個是很雙向的 那vise versa 那也是的 你排他 只是跟你自己不同的東西 那你大陸人 不喜歡香港人 又會 香港人不喜歡大陸人 又會 日本人不喜歡香港人 又會 香港人不喜歡日本人 沒有所謂的 任何代入 總之就是 那樣東西 那個個體 跟我們這堆個體不同 互相就會排除 沒錯 他很強調 排除那個惡 是什麼呢 就是一個 不懂得讀空氣的人 這個很後才講的 可能比較後 六集到 中段講過 記得 但是 如果你對日本的社會有一定認識 就會覺得今次紀元 是打直球 很出的 這個很出的 其實基本上是 發一個直球去打臉 基本上等同 出的就算很出 因為不會讀空氣 這個字是日本很常用的termer 其實如果用我們廣東話 或者中文的講話 就是考驗認識 不懂得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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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般都不太好 不懂得看氣氛 不過是難逆的 但是很少意思 就是說 你的人不同的群體的節奏 跟著一起 不懂擁有群體裡面的人 就是惡了 這個真的很出的 日本的群體 一向都是講這個 所以那些什麼放工 大家都要去喝酒 有局長一起去 尤其諷刺那件事 就是播 八合紅的時候 剛剛碰到 就是有一個日本人 被入ISIS綁架 講集體主義 那件事 看回這套動畫 就覺得尤其是明顯出到 也都因為其實是 你在很諷刺的地方 就是如果你記得 大概六七集 都不太清楚 集數是多少集 是9集 這個 他那裡是說 這個三個 裁判法庭裡面 他之後出來 他們不是在法庭裡面 那時候 那個庭長 Live S 諷刺 就是說 其實 所謂的 找一個 惡出來 你不記得他是人 你不記得他是紅 其實這個群體 為什麼要聯繫下去 其實只不過是要找一個惡出來 把他排除 其實就是聯繫的群體 對方是怎樣 這個用回歷史的角度來說 也是 譬如說 你排他的人 你首先就是 你怎樣可以令到一個國家 或者是一個大眾的主體 那個意向集中 尋找一個公共的敵人 1984 看過這個小說就最明顯 1984 仇恨日 那裡說過 就需要一個人去仇恨 聯繫的國家 一個中心 一個重點 同樣到你希特拉 又是猶太人 他有一個 一個被Bully的對象 一個被欺負的對象 然後令到 透過這個對象的存在 這個惡的存在 這個被排他者的存在 去把其餘的人 團結在一起 鞏固這個團體 還有 尤其那個恐怖的地方 就是在於 或者那個 竟然所表達的事情 就是這個群體 可以很無情 可以無忌疾的 很冷酷的群體 因為你看到 尤其畫面很明顯的 很出色 去到他們要投票的一幕 就是用一些 很機械式的動作 全部人拍在一起 冷色的用的是 好像證明一些人 是沒有感情去做 最明顯的一件事 就是 我記得他們那個 排除之儀裡面 那個隊長 就是那個 帶領去做這個儀式的人 其實有很多個人 從來都可以代替的 其實 是不重要的 其實誰去帶 只是需要 那個人 不是有些什麼 值得尊重 只是這個儀式主要 有一個人去做 就是可以永遠維繫下去 我覺得這個 也是很出局的部分 其實這件事 是一個很虛無的事 日本那些首相 日本那些首相 日本那些首相是轉的 那不是很虛的 或者韓國那些 韓國明顯些 四大財閥仍然在 沒錯 日本的首相 什麼黨也好 什麼黨也好 那些民眾也是不理的 對他們來說 韓國明顯些 韓國後面也是 那四個財閥作主 但是前面那個人 轉就轉 沒有關係的 嗯 嗯 但是很 這裏的角度 這裏的角度就不是 這裏的角度就是 後面那裏的就是 老師 但是 這裏的角度 是想說的話 其實是自然形成的 這件事 是 其實不是最後誰能夠控制 老師都好 老師開始控制 嘗試控制這個群體 最後就是被他們反押了 被他們槍打死了 我覺得 九個算是不殺 他不幸 但是我覺得也有點借代 我覺得 其實沒有人 這個群體不是一個 什麼人去特地構成出來的力量 而是 人本身就可以自然會出現這件事 好像說幾傷手那集 人很恐怖 沒錯 這樣 所以你要問我 回到第二個問題 人和紅有什麼分別 如果我自己自己 不是有什麼分別 有什麼代表 我會覺得人就是普通 我們人類的人 就是一般的人 我會覺得紅是那種有意志的人 其實 紅是有意志的人 我會覺得是 因為他在說他不要紅 和人有什麼分別 就是不是透明的 他說 那時候沒有一個咬 這個有點不同 紅和紅 紅和人是兩樣東西 人有分是普通人 還是透不透明的人 如果你用成透明的一部分 你就是群體的一部分 如果你成為不透明的人 那你就是惡了 可能會是 其實這件事的借代 其實是偏向簡單的 就是說 當群體是由個體組成 而個體化成透明 個體的存在就會消失 因為不被人所察覺 沒錯 你單純是群體裡面的一部分 所以說好像就是什麼呢 沙灘的沙 你不會把一顆沙 記錄成一顆黑色的 或者是透明的 也好 螢光也好 當每一顆沙都是一樣樣 在你眼中 是沒有分別 某角度來講 就是透明的了 因為你分辨不懂這個個體的存在 那當你 如果這個群體是 所有這些個體組成 在某個角度來說 就呼應第一件事 就是說這個群體的統一性 是很強的 嗯 而統一性很強的存在 亦都可以有另一個東西相乎相成 就是有一個被bully的對象 是啊 所以說變成透明的 你某個角度來講 可以就是說 你完全去順從 或者跟隨這個群體 嗯 但是在這裡 好啦到不透明的一個人 其實基本上只有一個 紅魚一個人 但是不透明和紅是兩樣東西 嗯 可以這樣說 但是 去到最後 為什麼會讓我覺得同一件事 是因為最後那段劇情 銀子和這個 紅魚都變成了紅的一幕 我會是這樣的 就是那一幕是說 以前 好了到最後那裡 講 最初就記錄了真相 就是不是銀子 是他犧牲了一些東西 令自己變成一個人 就是銀子在紅的時候 我講的 過去小朋友的時候 而是這個紅魚 他犧牲了 那個 他對這一個人之的愛 但是如果 他變成了人 按照你這個說法 就是他三樣情況 就是 透明的人 就是一種 沒有個性的個體 存在群體之中 融入群體之中 完全 你所講的 紅代表就是有意志的人 有獨立個人意志的人 就是紅 問題來了 中間的就是人 就是不時透明 又不是紅的人 就是 那個又叫做什麼呢 他沒有個人意志 但是他又 依附在團體裡面 就是沒有人無間套 但是最後變成紅 最後變成紅 中間的時間 他還沒有找到自己的真愛 就是一個 intermediate 是啊 因為他那樣東西 他講到 他想起以前 他要令到銀子變成人 這是一個傲慢的愛 他說自己 就是他覺得不應該祈求這件事 而真正的喜歡 亦都是 不僅有說過 就是說 是不會輸給風暴的 不會屈服的 而那樣東西 是令到那樣東西 會願意跳入那風暴裡面 都不介意的 這樣 而 最後紅語得出的結果 就是決定 跳入那風暴裡面 我最後也都離開這個地方 就是成為了紅 不再要是束縛於人 那樣東西 而願意變成一個屬於自我的紅 你可以說 就是在社會裡面 有一堆人 是 仍然在體制裡面 但是 他又有一點 壞孩子的感覺 有一點個人意志 但是 跟著 當他最後決定脫離了的話 就變成了一個 獨立自主的人 就是你想說 我會覺得是這樣 因為 一直以來 會說 紅語一開始都不是在 派罪之義裡面 不是那些透明的人裡面 但是他一直都會被人欺負 一直都是被人針對的 但是他都不代表他會變成熊 因為他找不到自己欺負 但是他作為一個人 他是被熊獵食的對象 是的 他是被人去牌制 被熊獵食 但是我又有個問題 如果你說熊是代表 有個人意志 人是代表沒有個人意志的東西 那熊食人你怎麼解釋呢 或者物質所代表的欲望 你怎麼解釋呢 有個人意志 沒有個人意志 跟欲望和被食有什麼關係呢 我會覺得是因為 愛的關係 因為是真的 我意思是 因為你記得為什麼熊 還會襲擊人類 其實一開始我們講過 是庫瑪莉亞的毀滅 成為流星 然後令到熊奮起去殺人 就是當愛不存在的時候 只剩下慾望的時候 熊就會暴獵人 但是到了最後 你用代表的意象去講 他背後的東西 一個有獨立自主思考的人 當他愛不存在的時候 就會去 怎樣叫暴獵一些 沒有獨立自主思考的人 我會覺得他只有毀滅性在裡面 就是有獨立自主思考的人 他只有破壞性在裡面 但是可能我這樣的解讀 是未免有些太過武斷 我會說的確 但至少我覺得 他想表達的一樣東西 就是 不過是這樣說的 熊也好 人也好 在那個故事裡面 講的最終都要打破自己 其實做的事情 但是我已經不明白了 如果你說 獨不獨立自主 那你說被排擠的東西 我就當解得通 但是 我又好奇 為什麼這套東西 要用全女角色呢 還有用八合承認這些 這樣的 term 我覺得他又不單純是為 eyecatching 一來是 真的出於監督自己的喜好 因為監督 我記得在interview他講過 紀元邦然是說 他沒有那麼喜歡寫男女的愛 雖然他會寫 但他覺得 女女的愛 就是男男的愛 也好 這種同性的愛意 情依 是比較多 發揮的空間 例如喜歡 這是一個人的口味 或者比較單純 對 比較單純 那你問我 如果這一套東西 變成 一個男一個女 或者兩個男一個女 或者兩個男一個女 或者兩個女一個男 Anyway 總之有男有女 當這一套東西 我會覺得看的方法很不一樣 那就變成 名字又會加長很多 是不是 我正在開八合行 究竟是哪一無回事 這個是變成輕小吃 輕小吃 對 我會覺得是有趣的 如果我用女女的角度 去看這一套東西的話 我會對我的解讀有更深層 我不知道是因為 幾元的戲法做得好 什麼東西 還是純粹是八合這件事 老實說一句 有些人一開始都有那個 代入感是同性戀 以及社會 是否承認同性戀 這件事 這就是我的看法 是嗎 這個是有的 我覺得不限於這件事 我知道人家說我自己 是可以 因為我覺得你那個解法 有些東西 符不進去 那就是 因為你那個說法 不是完全跳進去 當然 正如《鏡花》所說 紀元戲 土人喜歡 土人討厭的地方 也是同一步 就是說 你那個讀者 看到的角度 可以很多元化 有個局限性 對立比較分明 對 你很容易去猜到 其實 他偏向的東西 是什麼 就不會說 你好像沒有一個特定性的東西 你要很難去Feed 究竟是什麼 搞到就是說 我個個看出來 都有不同的結果 嗯 這套就會 比較明顯 這個地方 就是我最不同的地方 就是 鏡花的說法就是 這個透明風暴 人就是 沒有主見的個體 你可以簡單說 紅就是 有個人意志的個體 嗯 透明風暴就是排序 這個團體的運作 有群體運作 那群體的領袖 其實純粹是一個 一個被推舉出來的 必然產生的存在 沒有一個特別的意義 就是群體的意志 群體的威力在於群體 並在於群體裡面 任何的個人 是啊 但是 問題就來了 就是 產生剛才幾個疑問 就是說 慾望那件事情怎麼解釋呢 紅食人怎麼解釋呢 那你說 紅和人為什麼要分隔呢 這奉長 這奉長我剛才沒有說過 奉長為什麼要需要存在呢 又或者是 為什麼人和紅 就是 中間有個第三個 為什麼呢 就是紅語的角色很奇怪的 他不是透明風暴的 惡人 但是他身為一個惡 但是他是人 他又不是紅 結果就是 這個中間的 你很難去解釋 變成是 所以我覺得 同性戀那邊 就 偏向是一個比較 可能官方都是這樣說 正如剛才你想說 監督那個訪問 是的 會是一個可以理解 或者是 大部分聽眾 或者大部分觀眾 看完之後 都可能大概得到的解釋 是的 譬如說 用回 我個人的看法 人 就是普通性出向的人 是的 紅 就是同性戀 嗯 那本身 人 跟同性戀 那封牆就是什麼呢 那封牆就純粹是一個 你當可能是心理陰影 就是他不會反映出來的 他不會反映出來的 還有另一個有趣就是 就是什麼呢 紅扮成人 混入人的社會裡面 嗯 就好像同性戀的人 不會跟你說 他是同性戀的 他仍然是一個普通的 異性戀的世界裡面生活 但是 也有個分別的 就是 有主見的人 不是身來就有主見的 嗯 主見或者自我的確立 是在於那個人 成長的過程 或者他所經歷的事情 他接觸的知識等等 所以 有個很明顯的分別 就是 人不會身而是選擇成為紅 或者成為人 就是他不是善多尼亞 你可以非男非女 好像伊珊 然後才選擇男病女 還是什麼 他沒有這個存在 你身來就是同 你身來就是人 你身來就是人 這樣的嘛 其實這就是同性取向的事情 性取向 你可能說 哦 你bisex 我不算 但是 同性戀 我不會用餅這個字的 但是同性戀某個角度上 是個腦 就是在基因上 這個部分 是跟其他人有個分別 所以導致到他出現這種性取向 跟大眾 或者跟異性戀人 有個不同的角度 純粹是因為這樣 這是其中一個原因 所以說這件事是生來而出現的 是啊 等於人和紅 沒有一個中間的位置 純粹新來就是一隻熊 紅與新來也是一個人 是啊 但是你要把同性戀的人 扮成普通異性戀人 其實簡單說 因為他不跟別人說 就行了 但是你可以照是一個 異性戀的世界 或者是可以說 甚至是一個男權 或者是一個父權 甚至是女性主義的社會 那裡生活 其實是沒有問題的 就是你這個外表 或者你這個外貌 等於說 Lulu的銀子 他進去學校那裡 他就被人當作轉校生 最甚者的 是頒獎 蜜子 做頒獎 那整件事變成沒有問題的 等於你說蘋果的高層 他做了高層 做了一陣子 才跟別人說 我是同性戀的 那整件事沒有問題的 那這裏其實有少少相似的地方 我亦都看到 每一隻熊 每一隻熊 現身身的一刻 就是他們表達自己的慾望 那一刻 他要吃熊魚 就是他變成熊的樣子 如果這樣看的話 熊魚最後一集的時候 他跟所有人說 他對這個人之外念的時候 就好像出櫃一樣 變成熊 出櫃這個 這個出櫃開口 我會覺得是有這樣的想法 有的 有的 對 那個八合承認 其實也有少少那邊的意思 就是你去 那個是公開承認 有少少像出櫃的異味 但你回想到 剛才我提出幾個疑問 你去食人 食人的東西 其實很呼應蜜子的角色 就是慾望的問題 這個就不局限於說 同性戀還是異性戀 你純粹說是一個 可能是一個 性的需求 或者等等等等的東西 你在一個戀愛的過程 其實你會有幾個階段 是一個很科學的角度來講 最早的階段 你可能說 很求偶向的階段 真是很 身體學求的階段 有個term叫做欲欲期 就是欲求一個欲望 其實就很偏向蜜子那種 呼應剛才你那句 它是一個很短的東西 因為那個時期以人的角度 是那幾個月的事 很短的 它的需求是純粹一種 很本能 一種很性的需求 如果你用回人的角度 它不會強姦 紅強姦人 就是一個食慾的表現 就是它用那個 意象的代表 當然 剛才它就說 你可不可以控制到 或者 紅需要食人 在那個欲望的表現上 某程度上 可以說 同性戀也好 異性戀也好 那種欲望的需求 就算你說 紅要固定食人 你可以反過來 就是說 其實 它有一種固定的性需要 它有一種刺激 在物資的角度來講 這是一個很需要刺激的 的個體 你可以當是 那會有個分別 不過 你說話 覺得很完整的概念 但是我想補充一點 就是 為什麼我會特別想 那種 有意志的個體 和沒有意志的個體的分別 就是 外的東西 為什麼會變成 人和紅有個分別 就是因為 每一隻紅都是最紅 你記得銀子有說過 Lulu有說過 它是一隻最紅 他們說他們是 當然 我說每一隻都是 OK 那是的 但是為什麼我會說每一隻都是 是因為你發現 最紅的特性是什麼 他們是自我滿足 和自我中心 而每一隻紅出現過的情況 就是 其實他們都是想獨佔這件事情 最後 其實他們都是想 你想想 那他每一隻 那他每一隻 二集 第一集那兩隻 我不知道做什麼 看班都不知道做什麼 是的 第二集目實 為什麼要襲擊鴻宇 其實是因為 不想鴻宇和班長之間 好像搶了他的班長 對不對 那到這個 班長更加明顯 他純粹去慾望去化身 他想得到那件事 就佔了那件事 其實這個校長 也是很明顯 老師 Yulika 尤里香他 其實都是非常明顯的 那他這個 那時候的經歷就是 他告訴他 最好的東西 他要留在箱子裡 因為他看到他的好朋友 Near Near 他就是 有生了寶寶 他生了鴻宇出來之後 就好像 那個愛就被人分割了 他沒有再得到那個愛 一樣 其實都是一個獨佔慾 在裡面 獨佔慾 雙那裡我覺得不僅獨佔慾 你覺得不僅獨佔慾 雙那裡 不是獨佔慾 我說不僅獨佔慾 所以雙那裡 其實他那一段 獨白的有才 即是他那個主人 你當作原本那個 即林登佩那個 是的 你可以當作 你見到他的意象很有趣 你會見到 一開始 他很少看見樣子 你見到腳線 拍那隻高層鞋 那 如果你又用回 剛才我們用的 其中一個例子 即是 猶太人 即猶太人被迫害 你可以說 在納粹年代 納粹他選擇 SS親衛隊 我忘記錯了 有一些說法 即是他們所謂的阿里安人 金眼藍髮 不是 很高大的 那些 就是 他們那些 腳拍得很齊 即是腳拍得很齊 即是腳拍得很像沒有縫 即是像現在暫光那些軍人 即是一個很完美的個體 那時候網上看過的照片 就是 為何那些架放軍可以站得很直 就是因為有些針在那裡 那種 那些是你講的 即是有些這樣的圖 所以 你見到他的意象 其實他在拍那雙鞋 有無分的聯想 對我而言 我首先想到那種 因為其實 他當時所強調的就是 這個是一個很優秀 很完美的種族 這種很純粹的血統 他想表達這件事情 然後跟著他所做的就是 純粹的東西 就不要被污染 沒有被污染的就是放在盒裡 避免他受污染 真而重之 所以他又漂亮 他又沒了 他就高尚了 所以 最初 Yurika 就被人擺上去 那後來 直到那個人找到更好的東西 然後就走了 那 回到 Lair 就是 洪宇的媽媽那裡 他的感覺就是 OK 他 變得 瘋 後面 還有其他獨白 再講他一件事情 就是 當你變得 透明 他已經變成了透明 他不可以再放進箱裡 是啊 Yurika裡面他說的 因為 當你變得透明 用之前所說的說法就是 你的獨特性已經喪失了 嗯 你被這個社會的洪流 你被這個群體 所污染了 是 那你這件事 那個獨特性 或者叫純潔 嗯 已經沒有了 是 那你再不符合成為一個完美的東西 嗯 或者再用一個簡單一點的說法 就是說 你不是純種 你變成了雜種 嗯 就像寵物的血統的問題 嗯 嗯 首先不要你雜種 會不會另一個東西 那個身體機能好 但是在血統上 OK 你變成雜種了 嗯 就是這樣 但是問題就是說 你變成了透明 你不再放得到那個箱裡了 嗯 但是他最後就說 當他 不是變成一個 被擺入箱的角色 變成他自己化成一個箱 是 那他就要把東西放進去 嗯 那他做的手法就是說 OK啦 他殺了鴻魚的媽媽 殺了你 嗯 然後將它吃掉 嗯 這個又是呼應另外一些東西 就看你聯不聯想到 這種就是另外一種概念 就是 完全佔有那種概念 嗯 那又跟班長那種呼應 是 他還沒去到 他只是說吃人 他吃人是出於一種欲望 嗯 如果用回剛才肉欲其那種呢 他是出於一種 人 本能 嗯 本能一種對可能性的欲望 或者等等等等的東西 嗯 那可能是一個比較原始的 是 比較野性的 用回裡面類似的字 但是老師 Yuica那種是什麼呢 他是完全佔有 嗯 那那種呢 就有一點分別了 完全佔有 其實某程度上 他是無視了那種性的 因為 你已經 你用回最基本的說法 李虹 是不會生吞你的嘛 哈哈 他是會把你一 他最基本的動畫做的說法就是 嗯 他說什麼 一隻手抓過來 接著OK啦 死了啦 死了接著就吃 嗯 那你就算他的意象來說 你都說 他是吃死滋的 嗯 效果他不是生吞的嘛 他不是鱷魚 整隻拍進去 是 那 那 從某一個角度來講 嗯 你可以拿回來對比的 用回日本那邊的社會來講 嗯 他應該八九十年代 有一個人在俄羅斯犯個案的 是 就是一個日本的留學生 殺 好像東歐還是俄羅斯 殺了一個教他的老師 嗯 一個女人來的 是 之後奸司 是 煮完 吃了 有聽聞過這個單位 是啦 再丟掉那些骨子的 是呀 那種是一種完全佔有的 這個人還要之後發日本之後寫書 是呀 這個人很高調的 是他很高調的 是 那其實某程度上你就想回 那件事其實 有不同班長的那種慾望 他不是一種很原始的慾望來的 他那種其實某程度上是什麼呢 他對於這個被捕食的對象 被食的對象 他有一種很渴求的感覺 那種渴求不是一種性的 不是一種慾望的渴求 就真的好像是結成一體的渴求 那這裏也都反映在 Yulika和Leia那個關係上面 Yulika就是 老師希望的做法就是 他們永遠都在一起 甚至成為同一個個體 但是問題出現了 當他吃了紅魚媽媽 吃了Leia之後他發覺 他並不因此而滿足 他哭了 並不甜本 他說以為自己會這樣 並不因此而滿足 其實這件事也很合理的 就是說 你所謂那種完全佔有 其實當你想佔有的對象 化成白骨的時候 其實你途具一個胸殼的話 你的胸腹感 隨之而就會出現 因為你其實反過來 你就會出現這種失落 於是他就把他的視線 轉移到Leia那個女 某程度上也是他復仇的對象 被奪取的愛的對象 就是我們先不算錢 於是可以說在這個故事的開端 就是為何透明風暴針對他 他的教唆性會出現在這裏 也都看到 如果看到第九集 也都是說他整件事 如何獨白 整件事說回 為何老師會這樣做這些事情 也都最後他看到Leia 他當時在幻想 那一幕是說他偷走了結局 他偷走了月亮女孩 和森林女孩的故事結局 那個故事結局 其實是說他們兩個 都各自打破了 碎毀了自己 打破了鏡子 打破了鏡子 分碎了 他們兩個在一起 其實他是 我想他不知道是不相信 還是可以說他是一個不接受這件事 他是 可能知道有這件事可以做到 但他做不到自己 他有那個傷的概念 那時候 我已經不能夠再去接納這個 其實可以 我將自己犧牲 將自己去粉碎 而去令到對方 去令到對方都接受我 那樣的想法 因為其實傷和被擺進去的 裡面有一個 重屬性 有一個高低的關係 但你被打破 其實是 要大家對等地 心意相通地 去做這件事 所以在他的立場 或者被灌輸的意識上 他是接受不到的 所以才出現完全佔有這件事 就是他要擁有他 那就是出現一種 比較密化和被擁有的角度 也正正呼應了 因為他在這個法庭 就是我問老師 他那時候說的一句 你是要傷還是要愛 其實他當然說 他每一個熊都會說一句 我想要傷也想要愛 但實際他說的是 當我想要那個傷的黑的時候 我已經放棄了愛 其實 他最後 turn out 他結果就是 因此看到一隻聚紅 所有佔有為主的紅 還有普通 我們看到的銀子和鋒語的分別 Lulu 其實turn out的結局 都是說同一件事 Lulu 一開始有一個有趣的東西 譬如說 他回想那個 中段位集數 第四集 他在說公主時代的東西 沒錯 大家會留意到 公主時代的Lulu 有一個紅色的圈 有蜜蜂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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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蜜蜂長期 是以Lulu 個人的本體 在那裡轉 就是月亮圍著地球 在那裡轉 但是 誰來求婚 一樣那樣都好 蜜蜂都會趕走他 但是很有趣的 到了後來 蜜蜂是包著他 加上弟弟 所以你會看到 其實很有趣的 Lulu 除了他弟弟之外 其實 一堆大火煩人 都是一種拒絕的態度 也呼應 這個角色的設定 就是 他作為一個萬千寵我 在一身的角色 其實他對他周圍 有一種不信任 是啊 即是他要保護相 有一種距離 有一種距離感的存在 但是對於他弟弟 這件事是放了 是沒有的 是另外了 所以蜜蜂是不會搞他弟弟 甚至是包著他弟弟一起轉進去 其實我覺得很奇怪 即是 每一集 白俠紅 這套動畫 作為一句開場白都會說 我從最一開始就已經討厭你們 從最一開始就喜歡你們 所以我想成為真正的朋友 其實我只有Lulu和米琳 就是他弟弟那裡看到一句話 但我覺得這句話最奇怪的是什麼呢 他不是喜歡你 他喜歡你地 喜歡你地? 是啊 為什麼喜歡你地? 他是Kimitachi 他不是Kimi 這個就是最奇怪 我最理解不了 你可能說捉字室是什麼 但是這套東西裡面 你很難 將一個超過一個的人 去代入裡面 我搞得我結束 我結束不了這句 結果就是 你不說我真的發現不到 因為我如果覺得喜歡你 是免許得通 喜歡你是OK的 我都明白 但是喜歡你地 就解不了 我唯一可以幫他繞的 想到就是 在Kumaria爆炸之前 可能人和紅是一個 還是一個可以互相喜悅的 互相愛對方的關係 但是為什麼又會互相討厭呢? 當然不通了 你一下子 那就不知道了 這個獨白我覺得很奇怪 我永遠只有一個角色就能夠 就是一對角色 其實其他我都說不到 紅語對Lulu人質 你想說吧 紅語對Lulu人質 可以是這樣說的 但是 一開始那個時點是很奇怪的 首先 不管怎樣理解也好 一開始一定不是同一個視點 還有Kumaria都不是同一個人 亦都是一種延伸 例如說 一開始很討厭你們 就是可能紅討厭人 或者人討厭紅 或者調反轉 一開始就很喜歡你 一開始很喜歡你 就downgrade了 narrow down 就是銀子很喜歡 紅語 就會變成這樣 但問題就是說 他不是前面那個是中數 後面那個是中數 他兩個都是中數 大家都是timate touch 那那個就是out 沒有啊 可能之後紀元就跟他說 句話寫得好一點 那個pattern好一點 就這樣寫 我要尾音 他經常都喜歡這樣 句子稍為轉一轉看法 就會變成不同意思的寫法 還有你用回那個東西 來代入群體的角度 你又很難說 你說同性戀群和異性戀群 大家互相好喜歡 互相好討厭 那你又解不得到 因為如果用這個 我唯一可以解到的 就是那個斷絕之壁 那一道的東西 我唯一想到 就是將對方排拒於外 尤其 我很記得他有一道 第三集我講的 就是這個封閉的世界 就是人類的世界 是透明之外去掌管的 其實你想想那個斷絕之壁 為什麼要立起來 其實不單止是因為 要拒對方 出他們的社會 出他們的境界 其實是因為他們想自立為王 其實是在某程度上 他們為什麼要維持自己的社會 怎樣 怎樣有穩定性 之類 其實才是那個牆壁最重要的地方 我會這樣想 但是其實你又講到 Kumariya神 其實你又呼應 老師 Eureka 她有講過另一件事 就是說 不是人 或者不是神 她裡面有用這些相關的 Wording 就是在相關的集數那裡 讀白的那些集數那裡 其實這件事有幾有趣的 就是 她那個說法 如果你用剛才代入 比較 托人普遍的角度 你用同性戀的角度去看 那你就會發覺 以她那個立論來講 你就會覺得 這個世界是沒有神的 而且她那些是很自我矛盾的 因為放在她的角度來講 就work 放在你的角度來講 就不work 完全不work 是的 你會發覺 在 Uleka的角色那裡 就是什麼 人家對我這樣也不行 我對你也行 會是這樣的 而且她是 否定神的存在 她那個說法 不是神的問題 所以這件事很有趣 因為你代用同性戀的角度去看這件事 你要覺得 咦 你又否定了神 因為 如果你把透明風暴的東西 再downgrade回去 不用人整的群體 甚至不用異性戀的群體 變回成為所謂 宗教界和同性戀界的角度去看 因為 Uleka先生 Uleka老師 這些紅 其實某程度上是透明風暴背後的主宰 即是說 如果你用回不是異性戀 你用回宗教的角度來講 宗教背後的 一個話事人 或者暗中的把守 實際上是不信神的 然後她是透過這個宗教 宗教團體 你可以當是透明風暴 她的異象 去打壓 同性戀的話 這件事就來得很荒謬 其實她是以神之名 去行事 但其實她們大家都是否定神的存在 這樣會有這個意味 即是不論是紅一樣 紅其實都是以神之名去行事 這個也是 這個也是 有點相似 那個有趣 有一幕是說到 銀子已經發覺 翻了紅的世界 或者追紅語的時候 被人說了出去 我也覺得這個很有趣 好像是 人和紅固然是 不能接觸這個劇情的設定 很有趣 又是惡 但背後的東西 其實turn out也是惡的 原來是 是很有趣 不論是兩個群體 都是這樣 結果是沒有分別的 嗯 這樣說好像更加進一步 覺得那個 紅是代表有意志的人 這件事 是有點 不太記得找 因為想到 紅是一個群體性的東西 之後又覺得 但紅的群體性 其實很少說 真的很少說 或者這樣說 最後活出到結局裡面 那兩個 只有僅餘的 銀子和紅語才是真正的 達成到整件事 就是犧牲自我 去接納對方 不去用傲慢的角度 去覺得 怎樣才為之對方 但是如果你說回歸 回歸那本連環圖 他所謂的說 當大家隔著一面鏡 然後將各自自己 對著那片鏡打破 打破自身的存在 那他確定你是真愛 他一定是說 其實這件事 你要留意 可能說 很有趣的 他照鏡的樣子 跟他的樣子 實際上 他會本裡面的樣子 其實是有些分別 是兩樣東西 所以其實某程度上 他打破那種 其實不單 他的依仗 其實不是打破自己 因為大家都知道 鏡其實是一種虛像 是呀 鏡其實是一個倒影 你打破 其實是 可能是外界對你的印象 其實有一點就是 剛才說到 就是出櫃的異味 問題就是 你一個人出櫃是沒有用的 你要兩個人出櫃 跟著才可以忠誠卷屬 譬如像段貝山 一個出櫃 一個還假裝有老婆 那件事不可以 兩個人一起出櫃 角度就偏向那邊 就不會說 你兩個同事 這樣才叫真愛 因為如果你一個肯出 一個不肯出 那就糟糕了 其實事實上是這樣的 最後我覺得鏡的倒影 好像兩個都變成熊的樣子 對 因為森龍和兩個女孩 都變成熊的樣子 所以其實 兩邊都要承認這件事 我補充一點就是 如果你記得 Lulu那一集 就是 她跟弟弟說過 這個 弟弟問她 啊 星星上面那些 當你真心的愛 會變成星星 流星 那些流星 就會帶來這個日定之吻 但是日定之吻 又想說什麼呢 我覺得這個日定之吻 是在說 單方面的愛 變成雙方面的愛 這件事 我自己覺得 首先以這個 Lulu和米倫的角度去看 你會記得 每一次Lulu都丟了蜜糖出去 然後米倫就很辛苦地走回來 去拿蜜糖 但是我覺得 你說的那件事 最後是沒有解決過的 因為最後都沒有看過 Lulu石米倫 是米倫是Lulu的 他們兩個在最後一幕 第十二集最後一幕 也有在一起 是在一起的 是在一起的 他照檢體也相同 大家的墳場界也有很多人 那你可以說他們兩個 就是死鬼了 都是在一起的 你這樣說 Concentration Cam 每一集東營都是在一起的 哦 你這樣說是 但是我覺得 他也是伸延 在站在屋盤的時候說的 就是命運所到之地 以及這一次就是同一件事 就是那一個 只要最後 覺悟了的人 其實可以去那個 因為我覺得一個很有趣的 就是 他 在 OP 那個處理 或者劇中各種的處理 他OP 去到最後那種 就是那種 石 OP 最後那幾句 他那些其實 是 面俠 你可以當 其實劇中 你說出現嘴對嘴的場面 其實是很少的 都只是磨 對 是很少的 是沒有的 就是那一磨 其他你會見到出現的是什麼呢 奶 就是面俠 其實都是很停留在面俠的東西 其實你會發覺一件事就是 他這種模式 他沒有那種相向性 是很單方面的 從一開始 OP開始就是這樣 其實這種東西 你會見於所有角色都會有的 蜜子 就是死了的蜜子 你可以當 作為一個欲望化身的蜜子 欲望化身的 對蜜子也會有 他們各個任何一個 奶紅魚的 就是蜜 都是會用這種形態的 所以你會發覺 他那個唯一有雙向的東西 就是真的要打破鏡子 那個位置才會有 出現這種 可以說 約定之蜜 那個才是 就不是平時那些 什麼奶 當然 但是就是要回應對方的愛 你想想米倫 就是要French kiss 不是 一定的 米倫想做的事 就是拿著蜜糖 希望他給約定之問我 給Lulu Lulu是沒有給的 但是看到 一個人的愛是不夠 是要兩方面都有 那時候才做到 約定之問 其實也是 正如我們最後講到 就是 銀子紅魚再做到的事情 就是這樣 這個就是很美好的童話故事 當然 童話故事是很美好的 但現實就很殘酷 現實很殘酷 你說那些Bullway蕭良嗎 蛤? 沒有東西 這個也很殘酷 的確是 但是看到最後劇情 就是人類的社會沒有改變 一分一毫都沒有改變 人類的社會當然是不會改變 是啊 其實我也覺得 這次都很諷刺 就是想一下 其實都 以前的企务 是很講那些人的事情 就是社會的大小 因為沒有怎麼提過 但是這次是講很多的 其實 最後那一幕 那個校園都很懶惰 繼續做這些事情 是唯一改變了一個女生 去找回那個機械熊 找回那一隻 嗯 是的 那一隻機械熊也很好笑 很好笑 每收機械熊 是的 那就是 但是 只能夠 你可以說的是 都是很 可以說 有些陳康濫 最大都很真的 一件事就是 生命 是改變生命的 有異句 又是這一句 你四月有異句 這裡有異句 四月那句 一開始講的那個 不是我講的 是長老講的 是的 是的 其實都很正常的 你想一下 就是 人是靠這些東西 才會被改變 是這樣的嗎 我覺得是這樣的 很感性的 你知道我們這些人 沒有意思 是的 這樣 那 也都最後講一點 就是 銀子那裡 我覺得很可惜 那個故事 怎麼可惜呢 我覺得銀子第四集 那個故事也挺感動的 我覺得 至少雖然他做得到 一切到位 其實都 銀子第四集的故事 你講誰呢 不是銀子 sorry 我想說Lulu Lulu和米倫那裡 那個故事 但是我覺得沒有什麼 描寫到這個角色 令到很多東西 最後的戲劇性很低 我覺得 變得搞笑 對 你去到他無故要 因為其實心裡底裏都愛銀子 所以要刺爆他那些東西 那我覺得 那一幕是不知道做什麼 我覺得 因為中間太少鋪陳了 我覺得 那一幕是令人很突然 但是 那個角色存在感 是一個 你不覺得他很主役 沒錯 但他有很多關鍵的氣氛 他有很多關鍵的氣氛 最大問題是這件事 但其實他表達的東西 我覺得比較薄弱 如果你說物資代表那種 比較原始的慾望 那他就是一種進階的妒忌 但是他會說得那麼多 那個妒忌不出 是的 我也妒忌不出 尤其是他最後要捨身成人 這樣幫銀子當了一槍 是的 那這件事就自圓其說不到 是的 還有他那個位置拖氣 不是 你又要下雨 很例外那些 又是企鵝罐 走去閃電會出事 突然間又沒有聲音 是的 懶得感動 然後下一集又有聲音 但是問題是 再下一集他就死了 企鵝罐那裡 我還是有點感動 這個我真的覺得 好啦 我都猜到的了其實 但是 你們做吧 你的劇情 我不要 任何 touching到我的地方 我自己覺得 而且那個位置做得很差 是不是 他播了一些音樂 再下一幕就是沒有聲音 手上了下來 突然間沒有聲音 真的不像他 我覺得不像幾圓 做得不好 就是這些 這麼死板的事情 為什麼他會在這裡做這些事情 我覺得 這一幕不太行 不行 這位 這位找身房就可能好一點 是吧 這個又被人拿出來賤 這個又被人拿出來賤 Turn Out 基本上我們故事的內容都講到這裏 也都有一套 大家自己再看看 我也歡迎各位留言討論 有沒有第三個角度 可能 我覺得很多東西可以說的 這個也是看紀元的動畫有趣地方 多一些不同的角度去想 但是其實最鼓勵的是 要看十一集 一次就看十二集 其實最好一次要看十二集 真的 你不是太應該一個一個禮拜去看 我自己是 如果你在Facebook看到我寫過一張 這樣的筆記子的話 那張是我十二集 一次就看十二集才能寫出來 因為其實他的作品 因為他會有一種就是 留下一個尾下集解 但留下一個尾下集解 其實他會牽涉到很多上集用的對白 中間交錯的一些符號形狀 一些甚至顏色的東西 那你一個禮拜下 記不記得呢 是問題了 我就不記得了 還有最重點的是 你可能覺得一個禮拜 留到你七天的思考空間 但問題是你都看不明白 你要看完才知道他在做什麼 就是簡單來說 它是一個overall atmosphere 一個感覺 我沒理由說 你在一片藍雲底下 藍天白雲加草地底下 你敢說如何 你會感覺到的 我跟你說 你上面擺了一塊雲在上面 你感覺到什麼 天氣師生的預測 那你不會有感覺的 對不對 這個就是問題 所以我覺得很重點的地方 就是要一次過提 還有會比較 我覺得為什麼也都想回 因為討論沒有那麼刺激呢 這次爆紅就是 一集討論的東西太少 只有一集的話 一個討論的空間很小 因為他其實沒有爆點 他那種爆點是傳統式爆點 你不會期待這樣可以說多少 你不會期待 啊啊啊啊啊 說幾句就沒有了 尖叫完你就沒有了 其他東西可以說 同期的爆點去完 龍與天使那些奇力的東西 龍與天使 任何那些更奇怪的東西 那些工具人 工具人轉 你什麼都有些奇怪怪的東西 那這邊反過來爆點就 很理所當然也都沒有爆點 反而很平常 所以建議一次過看 最後補充 這套東西是有漫畫的 但是漫畫其實跟動畫 完全不一樣 是的 但是可能有另外一番風味 漫畫是那個人設負責寫的 對啊 我心得明知道 如果你有看一百盒東西 就會發覺他一向有些 是那些很正常很甜的客人故事 很甜 對 真的很甜 對 那這些設定都不一樣 有興趣看完動畫先 真的很喜歡就再去看 你不要以為漫畫看完之後 動畫是不是這樣拍的 就不要問我了 因為兩件事沒有什麼關係 因為紀元是覺得這樣好看一點 對 有分別的 沒錯 那今天就到這裡 好 拜拜